聖露西亞 今天 我非常高興 應總理之邀第一次來到聖露西亞拜訪 聖露西亞一直就是臺灣在加勒比海地區的堅實夥伴 在幾年來 在查斯納總理的支持下 臺灣和聖露西亞也推動了很多重要的著作計畫 尤其是在醫療方面 彰化基督教醫院和聖露西亞聖諸的醫院結為姐妹醫院 雙方多年來 不論是在醫療技術或醫療人員方面 都維持非常頻繁 而且深刻的交流 臺灣的醫療團經常獲得很多的口評 我到很多國家訪問 也都會去看醫院 了解醫療團計畫的生活 這是因為臺灣醫療衛生的軟實力 在國際上有目共睹 也透過和友邦交流互助的方式 真正幫助到需要幫助的人 我認為 這就是 踏實外交 互惠互助的精神 最重要的事件 聖諸德醫院在2009年曾經不幸遭遇火災 除了同感不捨 我們也非常希望全力支持醫院的改建 來提升醫療的品質 我們感謝查斯納總理上任以來 全力促成聖諸德醫院的改建計畫 加上陸國政府和我國政府雙方的通力合作 以及公司部門的共同協力 終於讓這個陸國人民期待多年的夢想 可以付諸實現 所以 我這次率團來訪 能夠出席聖諸德醫院整間計畫工程的動土典禮 格外有意義 很高興可以和各位嘉賓 以及聖諸西亞人民共同建政 對陸國來說 非常重要的一刻 這座醫院的診間 不僅是可以大幅提升陸國 南部民眾的就醫品質 更可以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的目標 有關確保健康 及促進年齡層的膚質目標 相信完工之後 一定能夠強化陸國 整體的健康照顧體系 中華民國臺灣和聖諸西亞雙邊 進來展開很多重要的合作 包括在基土建設 農業 資通訊 教育方面 成果都相當豐富 希望未來能夠通過這些合作計畫 共同照顧雙方人民 這是我們這趟自由民主永續之旅 最重要的目的 謝謝